说实话,初看《水浒传》的观众肯定都觉得林冲是最窝囊的好汉 他本来家庭幸福,可就因为老婆长得好看,却最后弄得家破人亡 按例说,林冲遇到的事在《梁山好汉》中也不算什么大事 而林冲不管从身份还是能力都还不错,怎么就解决不了 说白了,还是因为他这个男人前妻过于怂了 林冲一步步落草为寇,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性格所致 当然,高崖内对他的打压也是关键的外因 可仔细想想,高崖内调戏他老婆的事情,其实他有很多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高崖内第一次调戏林冲老婆是在他们一起去月庙烧香还月偶遇 当时,高崖内看到林冲的老婆这么漂亮,就强行把他拦下 而一旁的林冲却窝窝窝窝窝毫无作为 说实话,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可能也有发生 林冲的本领比高崖内要高很多 可是他的职位却不如对方,有的人就是像林冲这样 见到比自己身份高的人不自觉的就怂了 这才有了高崖内的第一次得手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林冲生气是生气 可是他又干了一件蠢事,他以为高崖内会就此罢休 而他的理由就是,高崖内喜欢人亲 自己忍一忍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他就有了新欢 自己也就能继续过太平日子了 看到林冲这么自我安慰,真想进电视里删他 不给老婆报仇也就罢了 还有这种想法,等着对方没兴趣 林冲这么想,他还有他的道理 他自我感觉和高崖的关系不错 就比如说,他买宝刀时有一段剧情 高泰卫府中有一口宝刀 胡乱不肯教人看 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 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 慢慢和他比试 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 他因为高崖与他亲密,还有些自豪 可林冲到底是个蠢人 他想着适合高丘切磋好刀 而高丘却想的是和他老婆切磋切磋 另外,林冲不仅蠢还狠辣 自己娶了个漂亮老婆 恨不得到那都带着 上一次带着一起去烧香 为高崖那条戏 两人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这才有了第二次 林冲老婆被鹿鱼后派人引诱出来 到太妹府前 小巷那一家人家 鹿鱼后家楼上 每每看到这些桥段 一方面是鹿高丘的武道 另一方面也太弃林冲的武能 自以为是有能力却没胆量 没胆量还不猥琐 但凡他让老婆身居家中 也就不会家破人亡 可他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林娘子不是命官 不是告命夫人 后来林冲被无限后 张教头都能藏在家里保护周全 林冲作为丈夫 竟然连这点都做不到 从张教头后来保护林娘子的做法来看 高求的本事也就是在外面耍耍 他断然不敢闯进命官家里去抢人 再说了 林冲这人也太唯唯诺诺 他要是像王姬一样 舍去功名俸禄 离开是非之地 也不会落个家破人亡 林冲这个角色身上有太多悲剧 刚开始确实是怒气不争 但生活教训了他 对他的代价也是惨痛的 好好的幸福家庭 漂漂亮亮的老婆 说实话都是因为他的不成熟外光了 细细想来 这种事现在也有男人在重蹈覆辙吧 认同这个观点 可以点赞支持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